没那么简单 9. 见语日 富商邱德登的孙月秋勇贤庆生 邀请了一大票挥派前来参加派对 其中就包括离思、学子齐、李嘉欣等人 能出现在这个饭局上的 都是用头有脸的人物 离思嫁给富商马亭强之后变身为霍派 早前更是变身为身家母艺的上市公司主席 而徐子齐号称轻易欺负 李嘉欣则是富商林建月的女儿 一群女人在饭局上还要联络感情 必要时还可以谈谈生意 中国的饭局文化复杂 明星组局更是如此 谈生意 辽泽作甚至是解开夙愿 都可以在饭局上进行范冰冰与地方领导聚餐 2015年 广像刚的电影 故故事盘焦连 在物园拍机剧景 与组织范冰冰不仅在柱里的陪同山游玩点 还和张继的领导聚餐 当时的范冰冰宿联上阵 举杯和线领导同杯好影 山东姑娘的好爽险露 如一张欣宇犯局上 宿吻聚餐人张欣宇被拍摄 《资美人》期间 可制补的工作人员外 张欣宇不仅和同性友人互相息凶 还对三名男子轮流揉抱 除此之外 玩到寄信的张欣宇 还主动献吻其中一位男子 此人重视 《资美人》来自 腾许鱼呢